28. 文匯報 黃英豪任本部義務法律顧問 2015年7月13日社團新聞 A.19 香港文匯報順為適應報社各方面事業發展的需要 香港文匯報日前特聘請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王干亨黃英豪律師事務所首席合夥人黃英豪律師為本部義務法律顧問 馮英兵歐陽曉程班授聘書黃英豪日前里臨本部 接受文匯報董事 副社長馮英兵 董事總經理歐陽曉程班授的義務法律顧問聘書 黃律師表示 很高興認要擔任者家具有悠久歷史 擁有獨特影響力及廣大讀者群報社之法律顧問 雖然是義務性質 但他也把自己思為報社的一份子 將盡其所能 提供所需的法律專業服務 黃英豪出身香港著名律師世家 其父親王干亨律師在香港執業超過五十年 是香港最資深及富有成就的律師之一 黃英豪在上世紀80年代初負著名的法律學府 英國根德大學法學院攻讀 80年代中期畢業後在英國通過律師資格考試 職會香港發展 多年來 他在法律界新勤耕耘 其主持的律師事務所曾為許多影響重大的事件提供法律服務 享有聖名 他也被其母校授予榮譽法學 博士 黃律師熱心社會公益事業 現任太平紳士 香港民眾安全服務隊副處長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等多個重要職務 在2003年被評為世界十大極出青年 此外 他還先後擔任中國委託公正人、中國法學、會理事、中國政法大學董事會董事、中山大學法律學院客助教授等職涵 為促進內地與香港的法律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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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